对于蓝牙,我们并不陌生 它是一种近距离无线数据交换的技术标准 今天蓝牙鼠标、蓝牙耳机等利用蓝牙通信的产品比比皆是 所有的智能手机也都把蓝牙作为标准的功能 实现手机与手机之间、手机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Klybo C6已经在内部安装有一个HC-05型的蓝牙通信模块 使得Klybo C6能与手机交换数据 使得Klybo C6与外界有了沟通的渠道 蓝牙模块除了供电的管角外 有两个管角与Arduino相连 其中蓝牙模块的数据发送端TXD与Arduino的管角A3相连 而接收端RXD与管角E相连 注意,蓝牙模块的TXD端与扬声器共同占用管角A3 RXD端与左按钮开关共同占用管角E 于是,在蓝牙实验中,扬声器和左按钮开关一般将不再使用 否则将会互相影响而出现运行不正常的问题 RXD端与扬声器共同占用管角A3 RXD端与扬声器共同占用管角A3